你看 论学识经历 甚至论礼貌 他都比你强太多了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我们 已经处在一起了 浩天 不要想 你是不是真的是我老婆 你敢碰我老婆 浩天 不要想了 浩天 不要想了 珍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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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呀你 我是绝不会跟你离婚的 浩天 我们两个已经纠缠 这么长时间了 你不累我都累了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求求你 放过我吧 珍珍 我知道 我不应该跟友善生下安安 我已经很后悔了 我爱的人只有你 只有你是我唯一的妻子 我是绝对不会跟夏友善结婚的 那你也没有必要 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吧 我不管 如果你一定要逼我选择的话 那我宁愿不要安安 我宁愿被人唾网 被人说我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但我求你 我求你不要离开我 周浩天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们两个之间不仅仅是夏友善的问题 那你说到底还有什么问题 你也爱我 为什么你一定要逼我 用一生的幸福弥补一个错误 你说够了没有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可理喻 好 既然这样的话 我跟你说实话 不是你不好 是我不好 我不爱你了 我对你没有感觉了 你不信 我知道 你在心里还是爱我的 我们心灵相通 我刚去拿杯子你就回来了 你是为了弃我 你是为了弃我 你是为了弃我才故意这么说的 对不对 浩天 你放手了 华三 华三 不好意思啊 让你就等了 她是谁 为什么跟她那么亲密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这是我新交的男朋友 你交男朋友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怎么会跟你开玩笑呢 我承认 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心里只有你 但是我离家出走以后我才发现 原来外面的天空这么广阔 我没想过 你了 你又会让我 我了 我了 你了 我了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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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 你看 论学识经历 甚至论礼貌 他都比你强太多了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我们已经住在一起了 老天 不要想 这边真的是我老婆 你敢碰我老婆 老天 老天 不要想了 老天 老天 不要想了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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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 老天 别想了 老天 不要想了 老天 别想了 别想了 浩天 你怎么样了 你怎么样 华森 你认识她 对啊 她是我师伯的小孩 我小时候就认识她的 华森 你怎么在这儿 你跟珍珍 你们 没错 你们都看到了 钟浩天 你现在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非要跟你离婚了吧 不只是因为你对不起我 我也同样对不起你了 我们两个人的婚姻 走到这个地步 再维持下去 没有意义 就这样散了吧 不行 我们不能就这么散了 浩天 如果你真心爱我 成全我吧 你真的是珍珍吗 为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一点都不认识你 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终于看清楚我的真实密码了 我再也不用那么累了 再也不用带着假面具做人了 再也不用带着假面具做人了 对了 明天下午一点 去明镇局见 友善 麻烦你 带她回去吧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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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会很累了 我怕你 会给你 什么好 偏 我怕你 我怕你 你 我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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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已经下定了决心 但我没想到你会搞这么大 看到钟浩天伤心的样子 我想他心里一定同情了 真的有必要做到这种地位 长痛不如短痛 与其三个人 一直在这里痛苦纠缠 不如我来做个了断 可以让大家都不要再这样痛苦下去 我要重新做人 你撑去讨量 珍珍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 对 那如果我不愿意呢 浩天 我们好聚好散好吗 我犯了错了 你真的就这么不肯 记得你用这种方式来报复 我没有再报复你 你也知道 我妈妈因为我们两个的事情 已经付出生命了 而我本人也已经遍体鳞伤 我真的已经再也承受不起了 请你放手 我以前曾经说过 只要是你想要的 我都会给你 往后让你自愿 谢谢 晚安